将会也有一位非常渴的朋友 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他的声音渴 他的实力渴 他的气质渴 下面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舞台 怎么样才算舍得 会有更好的选择 多数人忍着 不是 反了 你以为这边是出口 这边对着这边好不好 我跟他打招呼 你是不是耍我 我以为你的音乐会都是这个风格 我看你视频都是 我想配合一下 那你别后悔哦 小心一点哦 不是不是 好 我认真唱 真的要认真唱 你是唱着很认真 就是做的方向做反了 知道吗 哇 好尴尬啊 直播 我觉得是被你传染的 好吧好吧 那坐下好好唱 来 真正的来啊 男作女后要不要换位置啊 对 他们看的就是好的了 我们在这边是我在左 但是他们看的就是你在左了 不要做反了 谢谢你哦 不好意思 大家好 音乐老师再来一遍 你怎么笑出书叫了 我去 我去 我刚刚 我嘴巴干 嘴巴干 好 来 不好意思 刚刚我们发声过 三 二 一 开始 怎么样才算舍得 会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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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不甘心的时刻 出更好选择 也许多了 在这边做什么铜一斤 安 什么我抵达 好赶快 于是便宜的和我抵达 我的年轻十四楼 我把你带到来 怎么会还在羡慕那少数的 奋又不可 立业难杀 可我还有生活 你应该放过我 总有人来爱我 总比现在好过 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 从哪个片段出了错 可我们的生活 你无关的是我 开始保持沉默 开始不该是我 是我找我 你留下的爱不定错 注定要珍惜交错 哦 像没爱过 我们都该做到什么 我们该做不到什么 能让对方心安理得 你分我和你去了 可爱恨久可 沦为过客 可我还有生活 你应该放过我 总有人来爱我 总比现在好过 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 从哪个片段出了错 可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生活 一无关的是我 开始保持沉默 开始不甘示弱 是我找我 你留下的爱不定错 注定要珍惜交错 哦 像没爱过 生活 你应该放过我 总有人来爱我 总比现在好过 是我找我 快错错 快折磨 千万别往事冲破 别人终破 别千言万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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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动 有我 哇 你好狠啊 你说好的好好唱呢 我是好好唱了 你怎么走回来开始拖凳子了 我拖凳子不行吗 这是表演的一部分 我激动啊 不可以吗 本来没有这一部分 对啊 不可以吗 我很激动 对不对 情到深处拿个凳子不行吗 真的 我想问问 但目前的朋友 谁情到深处拿个凳子 我本来还想这样唱呢 不可以吗 真的是 谁有围巾递他一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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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张亮莹 耶 谢谢 嘿嘿嘿 哎 怎样 我这里还有一把呢 这个搬不动 你要搬这个吧 你那个那很难情到深处了 哎 导播还没成 哎呀 哎呀 好 好 过来了 你看 我怕待会情到深处 就连滚带爬了 来 欢迎两位 好啊 哎呀 好听 怎么样 还有那么多精彩的意想不到 想不到啊 还有那么多的剧情 莫名其妙 来 坐坐坐 我看他走的我看傻了 我忘记唱我中间那一句话 我这个人为什么拿凳子 还露俩字 刚刚那一下 对 对 我看你 其实我也露上两句 不知道你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 我看了你也 这首歌就是很难唱 非常难唱 非常难 当时我听的时候 然后哇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它咬合得非常的紧 是 而且还蛮高的 对 而且这个就是 所以这首歌呢 也获得很多朋友的喜爱 去年拿到的成绩真的非常的棒 对不对 好 也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亮影 亮影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所有现在在直播前面的朋友 这儿 这边 这边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亮影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给薛之谦 作为嘉宾来合唱这首歌 我一直很期待 每一次现场唱这首歌 我都很期待 我谢谢你 对 我开唱前我心跳可快了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发自内心的 真的很重视呢 因为这首歌曲是你们俩共同合作的 所以就是今天你来 然后直接把主题定成课 就是因为你 真的吗 我觉得他是对他这首歌 写得很满意 认可 对 很认可 真是认可 两个人都是老朋友了 应该认识的时间也非常久了 没错 有超过我们这个认识的时间吗 有 我们两个认识很多年了 有没有 有 我觉得十年以上 肯定超过十年 可能是十五年以上吧 你可能不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有一个节目 非常 我记得印象非常整个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 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我 我也看到过你 然后那时候节目组的那个房间不够 然后就说 不好意思啊 你的房间慢慢转 你麻烦你去 亮营老师房间去呆一下 因为那是一栋栋的别墅 一人一栋 要录节目的时候 哇 去呆一会儿 我就敲个门了 我就进去了 到他楼下 然后我在你楼下的那个客厅 你在楼上说 哎 谁过来 没有 就是黄老师打招呼 你肯定自己忘记 哇 我都会主动打招呼 那不会太久 对 你打了个招呼 就上去再也没下来过了 很久 十年以上 别人肯定在忙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没有 我记得大概 0607年的时候 有一个活动 我们是同台 我们好像好几个人 唱一个公益歌曲 对 对 很早 就那一次好像是 对 认识时间都有超过十年以上了 对 大家都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认识时间这么长 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你们这一次的一个合作 你讲吧 你讲吧 我想听听你的版本 什么版本 两个人有必要吗 你们俩说的版本 我就想听听你们两个人说的版本 也许两个人说的版本都不一样 对 我可能更自理解的这个不一样 你先说 他说的时候你把耳朵堵起来 跳一下就不用了 没有 我是觉得我有跟他说过 表达过 我说想要合作一个歌曲 然后后来就迟迟没有什么 阴性 对 他都是这样的答应得很快 不是 没有 我是很脱稿 我是很脱稿 我才个愣 感受了 然后我就去他家 然后他说你翻一翻 你看上哪一句 带了一群人冲到他家 然后说 一群人到家来 闭工啊 这就是闭 然后就是 他说因为我无所谓 我就把我里面的 自己写的那些 他的一千零一行 翻给我 翻一篇 我就都弹给他听 你知道吗 然后各种各种 然后有一首歌 然后谈到一首歌 当时我记得我只有一个副歌 对吧 我都没写完 只有四句 只有四句 就是可的这个 可我还要生活开始 而且旋律也没有定 就是就是 那个和弦的走向和那个词 对 就定 就是他就说 哎 这个歌好听 我喜欢 我说对 我说我一直没写出来这个 而且那首歌在我的 差点说成皮夹子 在我的那个 皮夹子 不是皮夹子 上海人说钱包说皮夹子 就在我那个手机里面 放了三年了 两三年了 我就没有写完它 然后他给我这个 就他push我一下 我仅仅四句 对 但就发现了这个 就是叫慧眼石珠 对 就发现这个旋律是对的 他觉得这个很好听 嗯 我觉得我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唱 一定要两个人的声音和那个语气都能够搭得上 要match 对 他这个歌其实写的过程是蛮长的 嗯 我去他 写多久 我去他家的时候就就把副歌写完了 前面就四句 我去他家里就写完了 后来又写了八年 然后后来 后来是这样的 我们到确定要进棚的时候 啊 他还有两个主歌没有写完 可以这么说 嗯 是的 怎样 现场创作 你是这个习惯了 我跟你讲 我很多歌都是现场创作的 什么配合啊 什么歌都是到后面 你想的太正常了 你想的太正常了 嗯 不是所谓的现场创作 他是现场呢 其实他是想好了来 想好一段 然后我们那天就录那一段 然后从晚上 他是下午 呃 五六点六七点 不记得了 啊 然后到早上四五点 啊 差不多 然后录完 录到这个时候呢 哥们儿一定要想跑步回家 啊 对 他有这个习惯 对 我说你家在哪里 我就 我记得定调那天 他说他要跑回去 少跑延 膝盖都快跑积水 我说我求你了七环没有路灯 嗯 还好 七环 对 六环过了 所以我约等于七环 我说 我说我求你 我把你带到六环以内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想跟我出去 然后做编曲的那个定调啊 定速度啊 然后定完人没了 我说这样不太好 我说带到一个有路灯的地方 你再跑好不好 他带到路灯的时候 我就下车就马上跑 是真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今天要跑步 我就一定要跑 就不管多玩 就是这样 跑完了以后回去 然后再去磨东西 对 然后他第二天写来 接着写第二个主歌 然后继续进棚 然后继续录 录完了之后继续跑 但是你相信我 这件事情广大的 就是听众没有 广大的抖音朋友们也是 不是在广播节目 不是听众 就是跟你们讲 其实我很喜欢跑步为什么 因为跑步时候可以思考 你平时不会一个人 坐下来思考吗 对不对 你怎么打坐打馋吗 对不对 你在跑步时候你的脑 你是不能干别的事情 所以你好动是因为 你想一直思考吗 对 因为在跑步时候 你不能做别的事情 所以是 了远了 对 直播呢 大家还要听作品的 直播说太多了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 独处的时间 是的 另外一件事情 有好的这个旋律 有些时候就是那么四句 我刚刚听明白了 这个叫旋律本天成 但是呢也需要去打磨它 妙手偶得之 是是是 我就是那四句的情感 我很喜欢 他嫌我们说的多了 他在那流程 到位了 让他去 差不多了可以了 到位了 知道了 对 那两个人 刚刚呢 我把所有的这个感受 都已经问完了 都问完了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 这个亮影来到 千千的这个演唱会 亮影今年有一些 什么样的新的安排 两个人又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计划吗 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 那个分享一下 呃 我在想哪天再去他家 对一下 没问题 随时欢迎好不好 对 这种歌拖出来 新写的都给你听 开玩笑 因为他都答应我好久了 然后又是好几个月过去了 还有好几个答应了很多年 像刘维答应三年了 都已经 刘维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做正啊 这个我真的做正 真的是 这个我真的做正 我们上 对吧 很久了 每次见面都说 刘维 刘维我回去去找你啊 你今天说完这句话了以后 有很多的好朋友 每天堵到他家门口 我今天其实上台之前 刘维给我发信息了 真的假的 哈哈哈 要腰死了 好啦刘维新年快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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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好朋友 所以呢 我们聊得比较的欢乐 我们也都知道呢 这个亮眼和千千呢 其实工作也是比较多的啊 这个咱们可以说是叫做精雕细琢 也可以说是叫慢工出细活 但是呢 很多的朋友其实呢 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将会更快的时间 有更多好的作品能够带给大家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其实已经猜了好几轮的灯迷了啊 现在呢 我们将要给大家来揭晓一下 这一轮的灯迷了 我今天一晚上就是负责猜灯迷了 然后拖时间呢 好吧 谢谢你 这样一个人分一块好不好 一个人分一块 你们来揭晓 你来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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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已经揭晓我知道 刚刚已经提问过了啊 好嘞 永远没烦恼 我们呢 打一个两次的祝福语 现在在亮影的手上 好 来为大家揭晓一下 那就是 常乐 常乐 哦 常乐 来到 好 当我了 千千啊 我是什么 人在闽西多福 隶属广东少病 好了 这句话的反过来是什么呢 就是健康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呢 好 正好呢 千千跟亮影都举了这个祝福 我们也请他们两位 给我们这部电 所有的朋友们送上几句 元宵的祝福 再过一天就是元宵佳节了 好嘞 亮影先来吧 来 祝大家元宵佳节 团团圆圆 快快乐乐 更重要的是 在新的一年里 起一个好头 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顺利进行 好 到千千了 是的 希望所有人身体健康 最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对不对 我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困难都过去了 然后我们都所有人健健康康的 然后开开心心的 借记向上 最重要的是团圆了 对 希望能够跟家人在一起了 如果没有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也能够感受到 今天我们直播间 为您送上了这个温暖的祝福 再次的感谢两位 我们也要请千千回到舞台 继续准备哦 辛苦了 好 好 你在下面听我唱了 好嘞 我就在这儿不动了 割得白 同时我们大家也非常感谢 亮影的惊喜的到来 亮影可以坐在我们的沙发区 我们共同来观看 她演唱的这首歌曲 好嘞 好吧 也希望在2023年 能够听到你更多好的音乐的作品 过几天就发歌了 太好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千万不要走开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薛之谦 可 都